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美国跌幅普遍在0.3%至0.7%左右 但是全世界昨天晚上依然是只有美国逆势而上 在亚洲盘和欧洲盘普遍下跌的背景之下 美国时间段美股三大指数再次强势上涨 道琼斯上涨幅度为1.65% 纳斯达克科技指数1% 标普500综合大盘上涨1.26% 那么除了股市以外 在黄金价格昨天出现了0.7%的下跌 原油则稳定占63.5年左右 比特币结束了过去连续8天的下跌 昨天反弹大约是4%左右 回到7400美元 那么在今天的这门话题中 我们着重说一下的就是现在澳洲经济 我们知道昨天澳联储是发布了最新的利率决议 那么这一次和大家熟悉的一样 澳联储依然是维持澳元利率 在目前1.5%不变 这也是澳洲连续18个月 维持在历史的最低记录 但是呢 他随后的发言中也没有说任何 和市场预期以外的话题 换句话说呢 这次的发言基本上来说 是属于平淡无期 那么我们简单来看一下 这次主要的发言的内容 主要重点是说到呢 今年澳联储预期澳洲经济整体来说 还是会有比较好的发展 而且增速呢 会超过2017年 因此呢 为了让经济能够进一步的恢复 目前呢 这个澳联储说的澳元宝是一个低利率 也是一个有利于经济恢复的一个有效措施 这也是呢 也能够使通货膨胀和失业率继续保持在目标范围之内的一个有效办法 那么除了说到澳元利率低以外 也受到了一个担忧 主要就是由于呢 他们预计现在矿产价格在近期将会调整向下 但总体上的走势还是在过去的波动范围之内 其他方面呢 总体上基本是保持良好 但是唯一的担心就是现在呢 依然说到了连续几个月 澳洲的家庭这个支出啊 消费支出还在缓慢增长 甚至于有的月份在下跌 这也是由于之前工资水平一直迟迟上不去 但是其他的价格 特别是这个水电煤 包括那些房屋的每个月的按揭贷款正在提高 居民可支配收入并没有增加所导致的 所以说呢 整体来说 现在澳洲经济对比其他发达国家 目前依然是处于中下游 是拖后腿的那一批 所以在目前的情况下来说 澳洲是不可能加息的 虽然澳联储说到下个月的会议上 有可能会谈论到加息的问题 但是从现在的情况来看 不论是GDP的增速 还是物价上涨的规模 都没有达到目标和预期 因此在过来的两三个月 我们个人认为澳洲是不可能加息的 那么有的朋友可能会问 这个加息是不是 这个货币的走势强弱 是不是和这个国家的经济有关 这个答案毫无疑问 是长期来说是肯定的 一个国家货币的强弱 和这个国家当时的经济情况 是有直接的联系 我们如果还记得 当时铁矿石价格非常高的时候 澳元曾经一度是比美元还要贵 达到了1.1%以上 但是在回到0706 0708年这个金融危机时候 当时铁矿石没人要 当时澳洲也担心自己会爆发金融危机的时候 这时候澳元的价格却下跌到了 和美元比例是不到0.6 所以说其实呢 这个货币反映的呢 其实和我们可以把它比喻成为 这个股市里的这个 单个上市公司的股票一样 单个上市公司的股票的价格反映的并不是他现在的情况 而是投资者或者说股东 对其未来与营运能力的 或者说赚钱能力的一个预期 所以货币也是一样 现在不论是澳元对美元的汇率 或者是欧元对美元的汇率 反映的都是呢 持有者或者说投资者 对于澳洲经济未来的一个预期 你如果持有的是英镑 或者呢就是英镑对于这个国家未来经济的预期 我们看到像2016年英镑英国退欧 当时呢英镑是跌的一塌糊涂 跌了37% 但事后呢 大家发现退欧了以后 英国的国力并没有受到太大的损害 所以我们看到英镑呢 也是在缓慢的回升 同样澳元也是一样 现在澳元为什么在这个利率 澳元利率1.5% 美元利率已经高于了澳元利率的情况之下 澳元依旧能够保持在 现在跟美元是0.75到78之间 这是什么原因 其核心原因 就是因为呢 投资者觉得澳元背后的靠山 还是有信的 那么它背后靠山是谁 就是我们反复说到的资源 能源和矿产 所以说铁矿石 铜 煤炭和石油 这四大澳洲的支柱产业 如果这些价格在2018年 能够保持稳定 甚至于缓步上升 在这种前提和假设之下 那么澳元即便是它的房价 现在上不拒 即便是它其他情况不是那么好 那么它澳元也能保持在一个稳定的水平线上 所以说你说现在以后澳元的长期走势如何 会不会升会不会跌 其他根本就不用看 关键呢 咱们就看四个产品的价格 分别是铁矿石 煤炭 石油和铜 这四个产品的价格将会决定澳元未来的长期走势 那么今天晚上的投资者需要注意的事件 是在晚上的10点30分 美国有小飞龙数据 到了晚上12点30分的时候 美国会发布每周一次的原油储量数据 刚才露说了一点 到晚上6点半的时候 英国会发布他们的建筑业 采购经理人指数 好了 感谢您收看今天GoMarkets 每日财经点评 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